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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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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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 您好啊 那是我们现在国关学院的民进部主任 他带着长队 他也是非常努力 做得挺好的 吾报的题目是当前国际行事与中国外交 这个难度的大有点 时间还是有限 讲过完 所以我准备来其中讲一讲中美关系 現在這個關係比較麻煩 然後我想後面我留個十五個時間 讓大家別的東西互動一下討厭 中美關係是這樣的 去年來肯定是比較差的一些 導致我們整個外交現在可能有非常好戰 原來我們外交還一直有 但是好像從去年開始 現在的八萬元 雖然新中國建議來外交上砍砍合成事件很多 歷史還大破壯 但是現在呢 我們這個外交啊 他們的複雜性已經高了 某些時候我們一個外報 兩個方很少也不出國 是吧 現在不是大家世界那麼大 我要去看看 我們今天變成一國人出國 有個市場1.59億人 出川一點就是1.6億人到出國 然後我們有一個貿易在外面 所以現在我們的形勢 其實沒有以前年齡 你想想以前朝鮮男人院 那時候叫史文大 那個時候挺疲勇的 清潤清潤也有很多年齡 但是確實 清潤比那個時候很大 對不對 那個時候關係緊張 大家就是在這裡上 然後我跟外面的聯繫很少 現在就是衝擊比較多 就是大家說 這個叫什麼 那個南大的怕那個光系列的 什麼 光系列的怕不要命啊 所以以前這麼窮 沒辦法 那個 所以以前軍事戰 我們都只要 就是敞開大人 把敵人進來 讓我們臨戰爭 跟我們來 真的不能平衡 我們家裡有很多國會吧 以前他家裡進來 家徒事 你什麼都沒有 他想脫東西進來 氣死了 排跑一下 翻一盤裝飾 現在他有包袋 還有兩包袋 隨時是一個基本情況 我們現在發展了 然後 立以外氣 來了 這樣的話 從外面 開始對我們挑戰了事故 我們應對著固定的 放不出我們能力不行 能力力解決 能力力解決 這是一個貴重 就是我們的外交去年 是有一些麻煩 但這個麻煩 來說起來 幾乎在美國 都不算 那麼 中美關係 現在是我們應該講 最重要的雙人關係 這個關係呢 可能就是 已經過了一個時速入口 去年是一月份 美國這個 一個非常偉大的戰略家 基辛格先生來了 基辛格先生應該講 是 我活著的 最有戰略 視角的人 對我們中美關係 對我們中美關係 也是目前很大的 我們中美關係很感謝他 然後 他去年 11月到這裡來 跟 咱們那個 原來的官僚部副部長 會議立法師 去對他 對他裡面 都會講 他要看 中美關係 你越後 一個時速路 走過去了 就是 就是回來了 他就這麼有判斷 那麼 不是完全 都一直有判斷 中美關係 今天正好是建交四十年 是吧 我們七九年 一月以後建交 今年正好是四十年 首先 我們把這段歷史 作為一個小節目 這四十年 我們美來很好的 中美關係成功的 這四十年 在中國發展的程度 這個 七九年 最惡關的預期還要好 是不是 雙方 事實上呢 最大貿易破壞 國際上也有很多合作 有意義上 你中有我 中有你 所以中美關係 整體來也非常辛苦 還有就是收益 大概多種收益 如果一定要我們牌 我覺得中美國收益 比我們還要大 我們的收益 是從中國建交 然後我們倆別的改革 都放效 來給我們建交了 然後市場就開放了 它市場就開放了 它市場就開放了 咱們中國人比較能幹 比較肯幹 然後我們產品也都出去了 我們就成了第一貿易大國 那個 那個 呃 可能很多朋友 都沒有概念了 咱們中國啊 在1978年 就是改革開放的 那些原點 我們整個貿易都了 啊 如果 增幣的話 只有383億 今天是多少 今天30萬億 大個辦法 不管每年時候呢 啊 因為那個時候 每年筆進來之前 我們上次官方訂的 也沒有貼士 一去貼士便裏 就跑起來了 沒有貼士啊 就是官方 官方的一塊是貼士 很值錢的 是吧 現在不值錢 但是一塊 就跑起來了 嗯 嗯 現在不值錢 那個時候很值錢 一塊是貼士 那個 所以 貼士便裏 那些貼士便裏 貼士便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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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喜歡的 有個作家 他說人類啊 有三件事要不論性 啊 第一是謊言 第二是邪惡的謊言 第三是土居宿主 哈哈哈哈哈哈 你邪惡的謊言還可以保護 但是有些土居宿在靠谷 比如說外放的靠谷 為什麼做不了講 這兩根其實啊 不是我們一家計 對方也計 於是這個是 這個就是做不了的 那這個數字 我剛才一定有主題 我們那個外貿總得的增長 就是不是幾倍的 是700倍 甚至接近千倍的增長 是吧 排位34到1年 這個增速700的 知道我們肯定是那個外貿方 很大一家 那個 那個 這個外貿的成功 是我們那個 改革開放成功的 一個重要部分 對吧 有沒有這麼大的外貿量 我們中共至少 也是在1億 1億到2億 事業人員 那那就慢慢 對 所以呢 這個我們必須承認這一點啊 因為中美天教 對制 或者是會主題 向我們開放 開放呢 結合來啊 我們產品就出去了 然後呢 開放就非常成功 是吧 帶風了改革 所以中美天教 對我們有好處 我們這一點要承認啊 另外呢 中美天教 對美國也有好處 而且我覺得好處 為什麼呢 因為中美天教 就導致什麼 導致美國 針對冷戰的對手 蘇聯啊 還有軍隊的戰爭優勢 對 因為原來他們兩個 1-1叫板的時候啊 還把不清楚 最有優勢 對不對 那個 但是中國 跟美國1連手啊 蘇聯馬上就 腹背受敵 就是東西兩邊受敵 那個 那個 我們當時軍隊呢 一兩邊 現在強化 我們軍隊輸了 650萬 然後 不怕死 拿著毛巾 就不怕死 哈哈哈哈 其實這原子呢 所以蘇聯 你也不太怕了 對 現在就是說 他要吃 這兩半的打 他才厲害 可是 家族說 我對不起你啊 隨時要進步啊 他也才怕 這就是破死蘇聯 他整個人戰後期啊 是就是 政道到以後 整個人戰後期 他要再往那個 公布 就是他的公布原地 也要部署 一百二十五萬神個人 那美國有一個 研究中國經濟很好的 管家 叫米古拉斯拉 他的單位叫 Peton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是 帝德森國基基地人的所 他可能是 美國第一人啊 他就算了 他說 紅中國 以後 跟著武方 下台蘇聯 就迫使蘇聯來 部署 拿來個很 很先進的裝備 然後 一百二十五萬人 加上一些個 科技 這樣 實際上 他就消耗了蘇聯財政 他認為財政上 蘇聯在這裡花了錢 就是他的顧問地平價計算 每年兩千億元 這個人還是可以 這個人 他不賺錢 他是進化 這個長期很大的財政 另外就是 西里亞 對吧 你想 我們一手 西里亞就一直搞到蘇聯的 和政策的失衡 結果 中美聯手 活活把蘇聯給嚇死了 是不是沒道理 所以 我們就幫忙 一個人在 如果你們反過來想 如果中國跟蘇聯關係特別好 所以 你綁在一塊兒 中國是六萬五十萬人 都在北京都處 天天往潮流暖暴走 他是印度走 他就嚇死了 是不是 這事情可以 這個 換位思考 這個很坦白地講 可以說 中國 幫的 我也得了 對不對 其實美國有賺錢 是吧 相當於 你幫我賺個一百萬 我想辦法 給你動作 有局長 一心舉地幹 他說誰撞 我其實不撞 他撞了 他撞了 是一個道理 我們否認 我們撞了 對吧 所以我們跟這四十年 中美關係 我們已經肯定了 但現在美國有個心理 就是說 眾眾沒良心 他說 我幫你發生了 崛起了 你現在挑戰了 一副個家國沒良心 這是現在一個非常古典的心 是吧 眾人對不起 中典一百個人 怎麼能靠我啊 一副家國現在出處 一個挑戰了 這現在美國很古典的集體性 就是 很多人是去的人 跟我們吵架了 今天已經逃遍了吧 哈哈哈哈 因為我講的是事實 就是這個交往 誰要跟誰非 對不對 那算西藏肯定也不要亂走 我幫你弄成了 唯一超級大的 對不對 我幫你上位 也是民體幹的 對不對 哈哈哈 一晚上還算了一晚上 你說水和上 哈哈哈 而且而且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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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麼想吧 就是因為美國的開放 是對全世界開放 對 對全世界開放 對 對全世界開放的 那發動的那幾個都應該學習吧 過去 四十年 就是我們學習 對不對 你說如果說 他優勢教師 教學標準 全班學員的人 他做兩學吧 九十八個學大 你說你是好老師嗎 真是可以 因為 這個全國家多了 非洲五十四個人民幣 阿拉伯爾納克南太 所有的那個 拉美工場兄弟 三十三個 對不對 好 這個 然後那個 南亞 東南亞 東亞 他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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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去禁替那个斯拉高币 他用两肩的头来 所以其实就是 主要是我们使用一个考自己 就是这么一个导致 所以这是一个 我交代这一段 因为选择是美国美国的心理很主 他有英语 他说说说说有点多认识 认识很好 你没良心 但是我算的大刚才就是承平的 不是说先一句一点 我帮你上个位 那才有这个很大多次相当的 另外要是来讲 中美关系十四年 我认为那边我们的地区 我认为没有中美会对 都没有生长我们的经历 为什么在暴力在这 就是中美那边的国家 都是超大型的国家 我们要关系不好 我们这么一旁 朝鲜南部的南部就真大 对不对 这个时候美国非常强大 特别是朝鲜南部 这个时候 美国绝对是 大家公认的江湖第一高手人 你想想是不是 就是190年 朝鲜南部爆发的时候 美国的工业生产 我们的基金世界的一半 金融力量 光丁八十个专家 然后军事力量 它是两扬作战 而且当时核武器就是它用过 它拥有十战的核武器 因为苏联的核武器 是从美国偷的 有时候是保护后 过来就看西战 苏联偷了 那么它是19年 偷了以后19年炸了 但是立方说明要保护 明年它可以有核武器 对吧 所以当时美国是很大的核武器 对吧 但是你想想是不是 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说美国绝对的时候很强大 可是盟友体系也很高 对不对 韩国啊 老大利亚 贝利尼 新西兰 就是它自己很强大 中国也很强大 但是要把中国人都活了 战争就爆发 这种很强大 没有想想什么 后来越南也是这样 那个 它进入越南 我们又有核武器 所以这是很简单的事实 朝越南的越南 才能自立于奥为奥 就是如果中美关系不好 美国再强 它的联盟体系再老虎 越南是有战争的 中国各个的国是有战争的 但是如果中美关系和好 这个战争的orange 战争的根源就没有了 对不对 但是你想想 这两个道理不一样了 就是美国卡把日本拉到那里 然后拉到日本跟我们打 它就有一点胜传 胜传大一点 但是战争的根源还在了 对不对 只要中国火大了就有战争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中国脾气特别好 跟美国合点 战争的根源就没有了 想想这两个人的价值其实不一样了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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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以后啊 这个确实对了也不好 更好 然后呢 为什么地区也很好 为什么 战争的根源没了以后 国际质本就会过来 就是这样 然后这里思想想就起来了 这思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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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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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回到我们的问题啊,我们是这样啊,因为讲这一段呢,是因为我们现在中备有矛盾嘛,反正有时候会整体国际中备,这就没必要,这个就是成熟,我们叫第一次修复主义啊,所以呢,我们可能开始烧架,但是我们还得承认过去40天啊,做的关系非常好,非常成功啊,跟我们预期成功,对,得够好,我们能够成战,开开的亏力,我们年轻好,感觉非常成功啊,然后呢, 但是呢,我们整个地区也很好,因为这个地区,战争的阴影不要大,正在哪个阶级,整个地区确实就发生起来了,是吧,但是呢,我讲完这一段,比较好的历史本部有过,我们才是面对前世,现实的就是中美关系,那是前世报,一个比较长的部分的事情,这是我们要面对的,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做完外表的一个难题。 中美关系,那是变差点几个证据,第一个证据就是美国防守的定位,美国很长时间的,给我们的定位有缺点的伙伴,美国就很不满,把人员成了富有企业,反正对很多不满,但是它的定位就很不满,对吧,但是呢,从17年代开始,它把我们的定位啊,定位什么呢,战略竞争者, 这等认为,在认为,在认为公开的证据 ,在认为公开冷战止动作的温度, happened to be in a very few years, 所以我还在认为谈认为公开反正,或者是一时再去。 现在,在认为公开的证据,你是不满,但是在认为公开的证据证据。 就是,不管用哪个词,就是比较重要。 因为17年12月18日,美国国防部发表了四年一度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我们还用的叫,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port, communicate with common." 特朗普蘭首先就調整到美國整個國家上面 他說現在美國國家的安全威脅第一威脅不是一個恐怖主義 他有一段時間是把恐怖主義放在前面 福臺在前面的一個觀點 就是其實美國人想整我們是一個低點的這個想法 你們看大部分都很小 每年紀大一點的朋友應該知道 2001年小公司上台上來就說了 中美關係不是戰略合作規範 而是戰略結成的 因為1998年柯林頓中國法華 就在北京的時候中國簽了一個募集條 面移一下21世紀的戰略合作規範關係 所以柯林頓當時 柯林頓上來就把國也分析 柯林頓達到我們關係好了 好了以後就確定了 我們要簽1199821世紀的戰略合作規範 小公司上台以後就把前任就否定了 然後是當時的政策叫 ABC 政策叫 Anything but Clinton 你知道吧 就是否定規範 然後呢 其中就否定中美關係的定位 他說的話 由於公司下柯林頓講戰略不來 是什麼 戰略競爭者 然後宣稱要 We will protect Taiwan Whatever we can 就是我們用所有手上保護台灣 所以上來不久 中美關係不好的 不好的情況 就要發生了一個 就是王位一個撞擊事件 是吧 4月1號 2001啊 撞擊 一個他定 但是定位不好 撞擊 對中美關係 在那個2001年的商量 是非常的棒 然後那個時候 美國就有 這個 這個 歐國防部的官員 就是策劃要把那個戰略不來 調回來 咦 後來就 阿燈就幫忙 哈哈哈哈 知道吧 他們永遠不會 因為我們的村兒 團人嘛 所謂那個 圍剿 你知道嗎 後面他也不知道 大家 蒙面 他 把他 牠 猶一翻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728的相機 把這世界都超過了 他就把他 呵呵呵 這個我們也發了一下 哈哈哈 哈哈哈 他因為那個 在把本來燈 我們又挺幫了 那個 那個 那個911排炸 兩個小時 我們那個 江主機 就跟他打電話嘛 表示安慰啊 兄弟也通過 呵呵呵呵 表態不做 所以後來 剛才開始找我們合作 這樣我們就有一次威風的過程,但是到了2010,其實美國是有強烈,這個如果關心國際的關係,就有影響了2010年7月23號,奧巴馬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女士在越南河內參加一年一度的會議,叫ASEAN Regional War,英文縮寫叫ARS, 東蒙地區論壇,時間是2010年7月23號,地點在河內,會議叫做ARF,英文縮寫,東蒙地區論壇,在這個會議上,希拉里里是明確地全部我們美國的全球戰略人,改了什麼呢,叫做Kommie-Mecho,叫做回歸亞洲,這個其實是美國建國以來第一次全球戰略人, 因為美國是歐洲畢靈的國家,所以喜歡在歐洲,另外就是歐洲的印象很大,所以它從1789年建國,然後一直到2010,一直到2010年,他的全球戰略始終是歐洲,和巴西洋,但是2010年,它把它全球戰略在歐洲,從巴西洋,向反對抗争, 這個其實是美國建委以來最大的一次戰略挑戰 然後在戰略挑戰有一個重點做 首先就是他的皇后宣佈到2012年之前 他要發揮了6%的海軍軍 部署到其他人 部署到中國作戰 這個動作就是他冷戰過蘇聯的 冷戰的時候他對過蘇聯是60%的海軍軍 在北大西洋就是蘇聯的旁邊 然後剩下的20是戰略機動 這是冷戰的時候軍事部署 他現在就是60月多了 還有20保衛分組 其他20就是整蘇聯和伊朗 很多網友不太理解 怎麼那個說北國軍艦跑到我們旁邊 我們中國已經客氣了 就是警告警方 不像俄羅斯對不對 俄羅斯經常弄的飛機 你那個軍艦騎你啊 嚇死他 然後伊朗就衝發 他一小多撥船 他圍著那個美國的大艦對不對 他其實後面有個戰略的原因 就是說美國現在是主力部隊在網 你知道嗎 他那邊就是一些軍軍區的部隊 喜歡看日 看日去的公園就知道 就是相當一個什麼的 他的巴陸軍主力團在網上 俄羅斯的網頁是鮮大隊 你那邊就是屈小隊 柯剛才講他們壓力小 我沒壓力他 這是美國的 所以我們得深入一點 他們還有一點 對我們比較好 他們都是破發整人的 好 這是一個基本的 就是 10年也不夠輕鬆了吧 是吧 01年成了 被人家成本來的攪局了 10年又下成了 然後剛才就來到這麼一個戰略挑戰 對不對 戰略挑戰完業 我就有動作了 一個動作就是軍事維持 又是海軍軍國 還有一個老人東西 叫TPP 然後跨海邊 進去國防關係 就是想到一個貿易圈 然後把中國排除在外 第三個呢 他叫什麽 叫什麽 叫什麽 聰明外交 聰明外交 副臺甲 他一提聰明外交 前任政府 小博士就很生氣 說你是不是暗示我 就死 他不是說什麽 他沒有 叫 這是笑話 其實什麽也不是什麽 什麽 什麽 就是充分利用中國 周邊的保護 於是呢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影響 10年之前 中國在黃海 中海 都是有一些 海上的糾紛 但是很長一段時間 中共寫了一個 解決辦法 叫什麽 這其實是周中 也最早提的 後來小朋友 就把他 系統化 基本上我們就算了 小朋友 其實最早的 idea 原創 跟周中 是 反正我們就是採取的 沒辦法 有爭議 我承認 但是我們先不合適 我必須好好發展 在做 這是中國很特殊的 處理危機 爭議沒辦法 人類 歐洲人 處理爭議主要四個辦法 第一 就是把他 把他 所以 這最簡單 不單人類就會 第二 就是 唐安 第三 就是 仲裁 因為他們有精神領袖 就是 教王 經常找 教王 仲裁 大家知道 國際 日期編維線怎麼來的 就是 當時兩大海洋 韓國 吳東亞 西班牙全球 經常發生的海平摩擦 最後 他們說 他們也別打了 找我們的精神工心 才別理想上 海洋 叫做 你別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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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他們解決問題的 常用的三種辦法 打仗 談判 仲裁 中國人在 一大國戰 尤其是 你別打了 打了 這跟我們中國 談判 非常多 包括 那個 NIP 他是理工政治學 一個老師 他研究了 他 他有 他有 我這個能夠研究中國的 我跟你講 他認為 心中處 解決 恩情論 你的主要辦法 就是談判 按照他的說法 其實我們老是最多的 舉起大法 就看到 我們不是老的 非常多 這個 那現在中國 兩個英國 打仗 還有一個 一個仲裁 我們沒有這種西方的 接受什麼 教徒不大 教徒說 我們中國也不認識 你不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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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中國人給那個國際 就會解決 一個很獨特的方法 就是 得知生意 我們開法 現在相當於什麼呢 不警覺 你有病 是吧 我不開刀 我中一一 或是無法 或者 或者就是 像一個 化療 就你有個 癌症了吧 你以前化療就是殺傷癌 現在化療其實也在 因為精確化療 損傷腳小 所以現在習慣了 跳舞一下 好 我覺得核子生意 共同開法 最想要別的 就是一種保守的 就不開刀 他說我通過 什麼辦法 讓那個癌細胞 就是在那個癌症 停了 這樣你還是下枕 正常來 就代打癌細胞生存 這是很獨特的 一種思考方法 西方人沒有這個東西 西方人說 怎麼 你通過不解決問題 來解決問題 可是生計師不解決問題 但是 短期間 又把這個人給解決了 對不對 這是他們很難以解決 真的解決 這還就是東方式 這個是周祖給提的 後來的小編就 就運用了很多 所以很多 小編的思想 其實就原創來講 是周祖人的 這個方法 其實在我們身世管理的 對很長時間 黃海 東海 長海都有囚囚 但是 1910年之後 隨著那個 維護會 長海 都做不下去 韓國就跑到那個 蘇岩礁 就在黃海中間那個地方 搞一些七十名的建築 是不是 然後 日本 就把這個藥 有道德国有话,然后贝勒军开始搞一些道上建设,还有一些帮我们告到日内华国际仲裁兴权,对不对,不那么很难受,我们一个很少的工历,天天不得事,突然收到一个船套,我以为是电视杂货的,最开心的。 这种东西有点火辣的东西,我还是过来来讲,我都能叫王伍,从这,2010年,西班牙女士提了维会亚军后来,美国战略的东西就是王伍的利益, 第一个就是通货,军事上,百分之六十海公军,经济上,找TDP,找一个排舞的小圈子,另外外标呢就是找这个Smart, Smart的部分就是调威剪,就能通过周边三海就出事。 还有一个呢就是叫英特网牌照,就是在网络上不断,就是让那个法宫啊,那个江户藏族啊,台湾客户啊,就是做水军嘛,八人嘛,对不对。 就是老藏族啊,那个很多铁子绝对就是废铁。 后面就是那个,大概就是,那前面那个天天花铁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 那个地板室,那个老藏的老民啊,在后面其实一阵子有一个组织, 那就是法轮功,那个营运分子,那个江户藏的分子,然后那个台湾军情的分子, 然后那个台湾军情的分子,然后都在后面。 在后面,当然大部分就是CIA的分子。 那就是深海的分子。 所以网上那个,那个鱼顿啊,那个,实际上是很法格的, 那个人小不知道,那个大部分, 所以,本世纪初一直到西部级, 其实网络啊,是共产党的沦陷群啊,知道吗? 谁想当他,哇,就反断被拍死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情况。 这就是10年的情况啊。 我讲这一段是告诉大家,就是美国这种态度变化了, 去年变得很差,实际上它不是, 没历史前,它有玩肉。 零一年就打中了, 对了,就打中了。 10年就又想当他。 这次又是阿罗伯兄弟棒。 为什么呢? 10年12月17号, 那个通医师有一个小盾, 24岁,大学毕业, 然后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这个家伙厉害啊。 二十四岁就大学毕业,然后吃了伤了,走动了,然后没有工作,然后干一个什么事呢,干一个假发,工作上说我爸最章,他自己不舔,你知道吗,这三次长大就你傻子,这个没人欺负的,这个大跟着走的,知道吗,没办法呢,对, 因为当然资源供货,无论是家里还是民主,其实都是警惠的,我跑到国家算比较不够的,比如中宫,南亚,南美国的虚母,宫来亚,很多资源供货的第三世界国家,所以我都是这些问题,幸福的资源供货,遭到了资源供货,整个国家都一旦有很比少的产品,很脆弱,非常脆弱,那么俄罗斯的最新的案例,它就是掉了资源供货, 增加典肖货。 顶前来说崖尔金、美国的资源供货,根据美国的资源供货。 这些是什么呢,要给你把它的资源供货。 我可以带上一个,要给你照顾起来,当一个不妙的大资源供货, 网上它是很难的,可能我只是需要吃用了许多多的资源供货。 这些是什么呢,你们都会说其他哈楼上述。 本来说破了还有遗体,让一个资源供货的套家、人生货货。 其实,但是,我们自然供货帧欧不得了资源供货, 我教育的人都超过美国的 每一万人占大学生的比例 自定美国的高 是吧 年轻的都是老公 原来是漂亮的很大 老公的英俊啊 听给你啊 真真正的老公 他不光是自然资源不过 人力资源很好 教育也很好 天生 天生 假爱 然后呢 你说 德国人搞科技 搞艺术 韩国是艺术家 绝对放置点猫肉的链链 海银鱼 那个体育也很棒啊 军事也很棒 就是这个民族啊 其实非常可惜 你知道 这个台湾也很接触一下 你记得我说 他调的资源是 我记得那是活该 那你应该叫 那路出 路出就会坏 对对对 他不应该讲 那个 那个 他说台湾两国的教育群 非常非常可惜 但是 可惜不可惜 反正他教育就能 哈哈哈 哈哈哈 是的 所以呢 15年纽约时报 有一张文章 在公开的 讲说俄罗斯 是一个拥有和武器的 撒加拉伯人 哈哈哈 所以现在就 有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长期来两个 俄国经济正式没有钱 这个 这个 好 他后来 这是美国人的判断 哈 而且就是在他那些文件里面 都有的 他说现在 大哥已经的第一 俄罗斯是两个国家 俄罗斯是中国 未来 俄罗斯不行了 就是这一个 就是中国 哈哈哈 意思就麻烦了 是吧 嗯 而且不是一份文件 然后在18年1月16号 一个叫Defense 实在 叫国防战略报告 一模一样的结论哈 18年2月4号 Nuclear Horse Group 核太子评估报告 也就是核战略报告 也就是核战略报告 这三份报告 这三份报告 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啊 代表这个金星成啊 代表我们的结论呢 这个 国家产生战略报告 国防战略报告 和战略报告 三份报告 结论一样 中国是 主要的竞争 这就是中美国以前 变上的第一个证据 它我们的定位 第二个证据呢 就是中国号码 对不对 这是以3月22号 去年3月22号 曾当国总统发了一个 中共议 那个中共议 那个中共议 有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就是很负面的 叫做 反对中国经济侵略 与贸易歧视 政策配合 后来 发表以后 记者问 乃公 发言 说 乌伯对我们经济侵略 是什么东西 后来发言的时候 咱们去问公主 我也搞不懂 比如说我们 经济侵略 整个人的发言 对吧 所以我们有点贸易歧视 来说的不容易 所以我们经济侵略 因为我们就不要选 这就是中美开始有麻烦的起点 时间点是去年3月23号 然后一直连续到今天这个贸易产 就不开始了 但是我跟我说去年 美国跟我们打的这个 打法来是一个组合拳 就是它是以贸易过的稍微切入点 它实际上包括解决内容 那个 又很快点它也延伸到那个科技站上去 是不是4月16号呢 它就整我们中心 之后呢 一开始整华为 整那个福建那个静华 整海昂约四 就是整一些我们龙头型的人 这个就是科技站 那么当然现在有点荒售 它上个礼拜一 就宣布在这个科技和经济 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整我们的华为 所以现在美国人有点 我所长说至于嘛 这个超级大多贸易公司 对不对 这有必要吗 不啊 当然这也是华为的荣耀吧 哈哈哈哈 真的吗 美国下的有点神经病 哈哈哈哈 但是正常人讲出来讲 这个部分就是为了一个 这一个公司宣布国家喜急状态 挺奇怪的 一种打法 那个 但是他就做了 这个打法就叫科技战法 因为去年那个最明显 就明显是那个贸易战队吧 现在科技战队由半变成了 上个礼拜 老百贸易战队 除了那个贸易战 他其实还有金融战 就是他那个 在政府要求之下 美国的这个富货银行 华其银行 协议网全部在经济联系 然后在美国要求之下 英国的炸弹 协议网全部在经济联系 这个应该算金融战 是吧 这是小四九道的金融战 他不是全部在 全面有大贸易 另外来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理论战 就是他不断地通过这个网上 啊 照料这个 你明白 那个另外呢 就是这个 人权关系吧 是吧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新疆 我们新疆法 现在去搞这个 教育技能培训 他说这是其中一个 去年就是草莓 很厉害 然后呢 就是台湾问题 那个难的问题 对吧 我认为去年 这个大海人是这样 他是以貿易 被歇入给 然后引发别的 这个摩擦 所以是个组合权 所以这个是中美关系 变成的第二个阵 就是他已经打上门了 对吧 他不是说这样 这是美国跟欧洲共同 欧洲是一个 破了贵 喜欢这个坐而嫩道 他说 他说 他车下方 没充气啊 那个快 那边 他说 他说 他在那边 他说 他在这边 我说 他在这边 就是你 他说 就是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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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我说 他说 我说 你 是 我说 你 你 市場開發,老賺起來,不是,根本上就不讓你發展。 這群人來到西方媒體裡面叫做Deep State, 直接翻譯叫深層國家,但這個翻譯不好, 我根本是想法的翻譯是幕後政府,我覺得更準確一點。 這群人代表的就是副總統Michael Pence, 副總統,現在美國的建設很鬱悶, 被他們國人持續過來的他們挺鬱悶, 他們說現在美國是兩個卡通人在管理人, 因為這個總統叫Donna, 當時副總統叫Miki, 當時也挺不錯, 很容易,這張心也挺不錯。 這張心也挺不錯, 不叫不正常人。 但是我們官員,其實Michael Pence的特朗誤過, 他去年11月3號, 他的訓練就說我們那個講話, 對於新疆媒體叫做新人戰縣演, 这种全面的攻击,非常地有点难。 其他方面还有很多人,他们后面的精神领域叫斯蒂克甘诺。 前凯还有大马鲁多,博尔顿,莱特希斯的这些人。 这些人人不多,他只能身居高位,能量更大。 所以叫西方美国,叫Deep State。 这一款保障,我觉得他们想把中美关系推向全面的新闻站。 甚至不排除他们在攻海,拿着海开,制造巨步热战。 所以他们是挺危险的。 这次中美关系就变差,而且是越过了四十路口的三大政局。 第一,他把你定位设定一样。 这次用公开文件放下来。 第二就是真大年,用手完。 第三,他的决策是一个全人。 他们的攻击是非常多的。 这三个政局放在那里,再说中美关系来向你很好, 那就是过来迟迟了。 对不对。 好,现在是基本上看到,中美关系过去很好, 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了。 方位一样,才争取这三点。 那么为什么中美关系会最多? 那么我想呢,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由美国业,一由中国业。 首先讲中国业,中国业, 中国业应该就是掌握决起来的。 这个来到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 我们把我们按照播管的评价, 2014年就是超过它, 2018年直到120。 如果大家有兴趣, 其实可以看这个中央情报的一个, 每年都发了一个报告, 叫World Factbook,世界概况报告。 其实很早上是公开的, 我们这个四行的网站是可以上的, 就是World Factbook的网站可以上的。 World Factbook的网站里面有一个栏目, 叫Document on File, 就是文件与答案, 然后你就去查, 才给你们找到什么。 World Factbook,每年都有。 这个报告呢, 现在对中国的判断是, 他可能有点,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反正有点高部分。 然后这个报告呢, 前面都有这个小序言的啊, 我的感觉啊, 这序言都是当时的那个, 谢谢, 当时的中心报告, 我说, 这序言都是十分的中心局, 这序言都是十分的。 对中国的发展成就, 评价其高。 如果把名字给了满住, 按住他, 他要在人民人报上, 那一点问题都没有。 是吧? 那就是, 厉害到罗总部的美国吧。 大家有兴趣就去看看, 就是自治公开的, 每个圈每个圈, 它是很一贯的, 它不是修改的, 它是很一贯的。 这个报告给中国的美国很厉害, 这个国家, 这个十字GDP, 14年超过中国, 18.13, 12, 然后, 制造业, many-party GDP, 就是制造业的这个总产值, 是10年超过美国, 去年是美国的170%, 这是很厉害的。 美国的国家呢, 是在1894年, 纪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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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 大家独立时才要知道, 英国的时候也把它跌啊, 对不对, 比如说英国独立的吧, 这个像个六七, 不认达, 轻跌入整啊, 所以你要想象美国很慈悲, 你就是太独立了, 轻跌入整, 怎么会做我们客气呢? 1890年, GDP超过英国, 1895年, 它人为的制造了, 尾巴在外面的, 会对他威脅, 然后逼迫, 谢谢你, 然后逼迫, 然后逼迫那个, 那个什么, 逼迫英国啊, 签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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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面退出了那一步, OK, 这是他整个第一个老二, 然后就整个德国, 然后苏联, 然后, 然后是, 然后是, 老大, 房大老二是正常心理, 然后美国呢, 是老大商工另外, 他必不为老二的房大清洗, 比任何个国家都比以前老二重 你可以反过来讲就是因为美国战略警惕性很高 我是喜欢把它叫美国人只能老二穿业后 因为前面只能老二穿业后 所以第六个他不会放过我们 但是挺重要的 我跟前面我跟老二有一点不同 就是这个概念我感觉去提醒 因为他们就把我保充了 没有一个国家制造业中单是超过的 我个人现在越来越像工业了 虽然我学了马克兰特论 我是越来越年龄大和保守的 还是违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维持续主义 所以基本原理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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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近代的历史上 表现为什么呢 表现为工业和民主确定国家 欧洲为什么崛起了很原判 因为欧洲率先上过了现代工业 什么叫现代工业 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制造业 用英文讲叫 Machine Base 原有改变工业 就是欧洲原来 它其实是新大的 你们应该获得更多自卖一点世界史的知识 从西东法帝国灭亡到欧洲的实现地理大发线 中间差不多一千年多一点 西东法帝国灭亡是五世纪中 地理大发线是十五世纪末 中间一千年多 这一千年多 欧洲的财富积累 还有战争能力都不能往往 因为我们经济上 军事上来打不用 基本上是我们揍他 还是揍他 阿拉伯帝国 蒙古帝国 奥斯曼帝国 都打了他 他搞过十字军中针 他十字军中针从 从军事教会讲是失败的 这是基本实质 长达一千年 经济上不如我们 军事上不如我们 近代起来了 起来还是生产的进步 就是他率先找到了现代制造的 就是率先找到了大机器生产 一旦有大机器生产 他的经济效应 就比你手工劳 都不知道高度长辈 一旦有大机器生产 他能够找现代兵器了 尖传你号机关架 他拿个大号的机关架 到我们东方打你那个长帽大刀 都会回到战争 那个当方院头上 是不是 阿拉伯说 我这医生 十三万武器都会死的 马电门大干 你在电的时候 连一炮也咋死 我躲过了大号 喝了酒 完全从五百米以外 基本上他们也少死了 没有用的 这就是近代史的 理解它的核心 理解近代史的核心 就是工业化支持 因为近代史 是人类从前线到现在 从农业到工业的过程 这个过程就是工业化 工业化的核心 就是长到现代制造业 谁能够长到现代制造业 你的经济效率 军事效率上去 你就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谁能够有现代制造业 你没有现代制造业 人在多 钱在多 不得人家打资 不得人家欺负 三七年 他们全面清华 就是人不人口 有钱 咱们国家是独立的 八比一大病人 都得灌过去 现在这个 阿波国家很有钱 会号称多大户 对不对 没有工业能力 都是大瘟疫 六百万犹太尔 欺负将近五亿 地域经济 有戚 以色列人 等这个 汴上 巴勒斯坦一等公民不能参军 不能拿卡路 也不能拥有地权的 它是二等公民 真正的一等公民就是有代理 所以实际上 就是中共地球性的一个长度的事实 就是六万万有代理 随便欺负了武帝二万 知道吗 一身体就穿了一样 而且没有后部就穿了 其实后面的逻辑就是 它是长得了高章的公民 因为你问这个家伙 不是牛木啊 黑天气候不吃 又不知道为什么祈祷 我们知道 我今天吃土 是为了明天的幸福 明天在哪儿还有热 现实就没了 随便欺负 这个 是这样的 理解西方 学习 理解西方 要判断的 日本通过学习 日本通过学习 它也涨到了现代公民 今天咱们为什么会对起 今天我们也涨到了现代公民 对吧 而且告诉大家 一个很长远的事实 全球二百多国家 真能够掌握现代公民 不超过二十多国家 很长迫 这个事实是重要的 但是很长迫 中国二十多国家 能够熟练的掌握现代公民 中国是其中一个 但是中国跟不同的讲法 不是快速最大的一个 英国工业化一千万人 美国工业化一亿人 今天涨了十四亿人 对不对 附带讲 我现在到处讲 我们讲中国 必须讲十四亿多人 否则 严重的违背一个中国原则 就是很多人还在说十三亿人 现在有个什么毛病呢 就是把台湾同胞不认 港澳同胞不认 海外华人 华侨不认 因为去年底吧 咱们这个总计局的数字是 大陆人口13.9亿人 对不对 香港八百多万 澳门六十几万 现在九百万 港澳加起来十四点零四 零四 对不对 还有台湾同胞 就是十四点三亿 然后呢 八千万 有两千万是华侨 人家还是 咱们的厚道呢 法律上是我们人 那得不认识人 对不对 是不是十四点五亿人 你要说十三亿多人 你就是 你就是 台中分子 对不对 对不对 是不是 你到底 这能说 绝对不能说 是三亿多人 否则也就是违背 一个中国人 台中分子 就是十四亿多人 我们是十四亿多人 你看 中国人 中国印象 中国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中国 goes 中文明化 中国一家 威力 中国一家 中国一家 这帮老公全都讲起来就是十一年多年了 你们算一下 日本是1.26亿 然后美国公民是3.1亿 美国的严格讲公民就是3.1亿 然后他有1500万叫非法亿 然后还有500万叫留学生啊 商人啊常住那儿 所以就住在美国3.31 但是严格讲公民就是3.1亿 美国3.1亿 日本就是1.26亿 多弄就5亿多一点 这还是包括英国的 英国老说多多多 那要到十日一号再多 最近法国外家撒到同家的猫叫做拖 为什么呢 我每次回家跟小猫就闹得要出门 我把门开了他又不走 他每天都不聊 他说要摸 现在包括英国的东西 5亿多一点 所以总经数学法就算一算 5亿多一点 1.26亿 像3.1亿是9.5亿 这有点宽的转 9.5亿 然后呢 加拿大3000万 澳大利亚2000万 5000万 还整好笔笔笔笔 就马上就是6亿 对不对 然后呢 新西兰 400万 以色列 犹太兄弟 600万 1000万 可能在 喜欢西方的 在凑英居 几千万 中文化 人家这些人 刚才说 那个 小猫 他有点喜欢他 老名说 总之来 就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在中国文化以前 把这个所谓的文化化的 全部加起来 就是石亿多一点 全球 77亿的人 他们都气氛地 然後呢,他們這個公園法其實是代價很大,他們是不是搞了一個殖民體系? 在建立殖民體系的過程當中,南北美洲,印加人死了不少,數據當然是有爭議的。 一般來講說死了幾千萬人,印加人,對吧? 在英美的法律裡面,印加人不是人,因為什麼呢? 當時印加人發出,美洲大陸叫無祖土地,在他從中國過去的一萬多年了,他說無祖土地,無祖土地就知道不是人了,對不對? 法律上就沒人人家是人,把人家給消滅的人。 然後呢,非洲兄弟,是不是,除了愛里塞、歐比亞全給自己拿殖民以後呢? 他們把這個非洲兄弟運出去一半,一年輕輕地在途中死的吧,什麼? 很長過的過程。 然後呢,打人家的過程,你自己把帝國對戰,把德法戰爭、英法戰爭、一戰、二戰、一戰、七千萬、二戰、兩億。 其實他們這個決心過程很長過。 首先時間很長,我才感覺,好失很多人了。 你想想,這個人給我們鬧著它。 發生這麼大的功夫,才七分之一的公元化。 咱們中國一家伙,五分之一公元化。 14.5億嘛。 而且我們挺道德的,我們水友不打,我們沒殺外國人啊。 他們打我們反抗,我們就是自己發展。 因為我們新中國建立以後,真的沒有建立。 就是都是編劇寶貝商品。 我們沒有建立人家。 對不對? 1962年之後印度,倒是進入人家國建了。 但是,我們就回來了。 回來還往後路推了20公里。 那戰爭史咱們沒有。 然後越南,我們也通進去了。 中國是很意外的。 我們倆很欺負社的,跟自己計量。 也打了多數接近的,防衛性質。 所以我們真是不欺負人的。 在附帶器行動。 我們全新也欺負人,就欺負我們自己。 對不對? 特別是親自農民。 農民最可憐。 我們倆是做了很大的工業的。 我們的工業計量,其實就是靠錢, 所以我們倆是欺負人的。 我們欺負人也是欺負人的,但是還欺負自己。 從道德上講話,我們也聽不到。 我們中國絕對的訣竅呢, 也是現在美國能恐懼我們的。 我們從來不吃街威脅。 不像早期英國人打他、華國人打他。 美國剛成立的時候, 被罰過英國人、華國人、西班牙人。 包括英國的小水分, 加拿大能夠打過他,這是事實。 然後後來他去斟酌海外霸權, 他也跟日本都打過。 他們是我們蘇聯交代。 其實他也面臨過外交威脅。 他以前呢,是這樣說的, 美國呢,因為年輕人到, 我們以外來威脅, 他們就不做團結。 團結的結果,它發散了。 蘇聯網說,我有核武器, 下面我也有, 找更多的東西。 中國這個威脅, 我覺得他沒有辦法進去。 中國呢,特點這麼來, 中國直接會進去。 所以我發現, 沒有一個中國人要打給我。 都想給他合作。 真的沒有。 中國人每一次去美國, 都是帶大禮包的。 從來是公主去。 每次都是基本的。 美國我們聽不懂, 正面不懂。 中國人每次去美國, 我們來做個環球。 真的沒有意思。 我們怎麼威脅美國呢? 我說, 每天比你多, 加班兩倍。 然後呢, 我的收入只有五分之一, 或者三分之一。 剛才比你多, 拿的比你少。 拿那麼一點錢嘛, 還存錢。 很累以後呢, 或是西製, 打拔槍, 把中國製造2025。 這個他嚇死了。 因為是從耕地上, 在國際上操盤。 所以他現在騎了, 騎了就圍張盤, 圍張盤就甩了。 抓過碗之後, 就是甩了碗。 不甩了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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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甩了碗。 不甩了碗, 都出了一套公寓。 那個術頭, 還沒有什麼倒數呢? 一套公寓提供應, 年輕人的公寓, 然後這個運輸接客公寓。 那會長者提起, 又要什麼保護了。 我怎麼會家族。 那會, 那會在房主向這幾個。 你也想不起來。 但是在中国可能质文是我们家的生理化之外, 已经是过分了嘛, 这就是现在美国遇到的珍玛玉。 在他的眼里,中国真的有决心, 是国家工业化的, 而且是少数能够工业化国家, 那我们不太多最大, 规模已经超过大, 制造业已经, 我们已经已经, 已经是10年超过他,去年是他1.7, 然后工业化电量, 10年超过他,去年也是他1.7, 我说说了,他从花电量, 工业化电量去年是他百分之上来, 这都是,你去看那个CIA报告有什么用的, 都是面上的, 赞美我们来看这个底下的, 另外就是产业体系非常完美, 什么东西都有, 现在看来创新的那样也可以, 所以,中国剧情, 真的是实施了, 这很有意思, 全世界佛论就是中国剧情, 人气不大都在中国, 是吧, 就是中国公司这边, 他天天找中国的毛贵男人, 他就像苍蝇一样, 都找到这个人, 他的人生很阴暖, 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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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中国大的问题就是很多, 中国嘛, 他的股持有, 这是问题, 这个问题啊, 他不知道国际比较的话, 其实中国问题不是很多, 是吧, 中国14亿人, 就比如说, 强奸案, 他比这个, 800万人口的内面少多了, 是吧, 要跟一个人口比较, 中国的犯罪率比较低了, 那个, 中国代表是这样, 你要找问题, 他太有问题了, 因为他毕竟多了, 是自己的, 他发展特别的均衡, 发展的问题就是, 我们国家有一个地方, 是前现在的, 是吧, 还有打老婆的地方, 是吧, 北京地方, 北京地方, 别在管说, 老婆打个老婆, 哈哈哈, 我们真的有地方打老婆, 是吧, 是吧, 乔的, 乔的那些女孩吧, 我们走这些女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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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很少了, 他应该还是有的, 后现在也有的, 重新链啊, 他也都有了, 中国很奇怪的, 中国家首先, 多, 所以这个女孩, 就是, 前现在, 现在, 后现在的问题, 他做了的, 他发展特别不坏, 所以他的矛盾特别提高, 所以很多年前呢, 就是, 美国驻华记者, 江凯, 他终于叫做看, 那个, 呃, 呃, 是原来某个, 呃, 探杂是统纪记者, 他的一个名言, 他说中国啊, 是统计学的俄陆, 新闻记者的天堂, 哈哈哈, 为什么呢? 中国的数字啊, 永远是对不上我们,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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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中国是新闻记者, 但他的问题太多了, 你现在, 新闻记者找问题嘛, 那个, 这个, 这个基本上, 中国要说, 找问题呢, 也挺多的, 但是, 其实呢, 客观点, 人的人均一平平, 他不是有很多, 对吧, 那个, 那个, 那么, 总体来讲, 一讲真实很大, 好, 这就不多说了, 反正, 虽然, 但是, 美国的战略家, 真的没有什么, 另外, 还有一个问题, 中国的政治发展, 跟它是不一样的, 它期待我们向他们的模式发展, 但是, 中国现在在走自己的道路, 中国现在在走自己的道路, 中国在走自己的道路, 想要施个自信的, 所以, 那, 美国的战略, 正在走向右情话, 就是它的Copularity, Naturality, 就是, 民主的民主的民主起来, 对吧, 它往右走, 对吧, 我们这边就往左走, 知道吗, 还是体会一下, 是有点问题, 外交是不是内政的延续, 可是, 我们两个的内政是反向的, 对吧, 这个内政就是, 河流是反向的, 第一, 船上两个人想大, 等我们两个人走到两个反向的河流, 上海船空想大, 到路, 就是内政话, 这是中美关系更长的大危险, 我们确实崛起了, 然后美国感到危险了, 然后呢, 更关键就是, 我们国内的政治手向, 跟他的政治手向是反向的, 是吧, 另外呢, 就是美国, 它现在变得不自信了, 这是美方的危险, 原来美国很自信的主要, 发生了美国内的问题, 不自信了, 我们规答现在美国的五大问题, 叫上下, 左右, 黑白, 还有趋利经济, 实体经济, 还有呢, 全球对于本土主义, 什么叫上下呢, 就是经济层, 看物体这种, 也不关心民众, 民众呢, 就叫房长经济层, 就是上下保担, 这个传统教育的东西叫阶级保担, 第二呢, 就是左右, 左右两打, 左右两打, 民主公共两打, 越来越提高了, 第三呢, 就是垂板, 组组贸易了起来的, 第四呢, 就是趋利经济这边, 还有其他经济这边, 做得很大, 第五呢, 就是东西海洋两侧的人, 高贸易的, 很国际主义的, 但是它的经济, 这种纯白人必须啊, 很保重, 本土主义的, 这两派打得很厉害, 美国三点多亿人嘛, 美国有70%的人, 没有护照的, 是什么概念知道吗, 从来没有出国, 没有护照的出国, 都觉得美国好, 就别看美国那个论很多, 但真正有国际世界王, 就是一页, 这两页都不出去的, 其实上中国也有多亏, 是最近要攻击中国十十几年, 就是十几年, 从来没有出国背景, 是不是, 大家知道这个数字吧, 另外来, 咱们现在十十几年了, 如果六五一人, 家里是没有出水泡的, 这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那法国来讲, 被烧下来两只可能是机会, 对不对, 航空公司讲, 咱们把十亿人, 咱们也不由得过一次吧, 那是, 那十亿人做一次, 再放起下来吧, 哈哈哈, 那现在他们真是没有抱怨, 没有抱怨, 没有抱怨, 那这两国啊, 其实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 实际上真正很活跃, 我们国际法学是很少的, 对, OK, 这就是美国政府的情况, 大矛盾, 上下左右, 可以来, 虚拟施行, 全球主义很不容易, 那美国矛盾的监委, 现在, 跟那个, 越上的时候相比较好一些, 不是你们觉得, 但是, 那些事情特别不好, 所以, 到这些后果就是, 美国现在啊, 焦虑, 不自信了, 焦虑不自信了, 它就被别人挂提起, 对不对, 就是, 就是, 熬活力的人一定得, 心情不好, 是不是呀, 和颜月社啊, 想法, 没有, 德西亚, 这个人哪个事情, 他上边就不然, 得学马会, 真人一定是心情不好, 也很不自信, 对吧, 现在没不许出来, 就是状态, 好, 中国崛起, 然后中国的内部政治发展, 跟他的发展不一样, 加上他有不自信, 倒是一个结果, 那是中美关系的根本问题, 它就是美国不接受中国崛起, 他把中国崛起当作挑战, 而不是心情, 那个, 现在比如说, 两个层面, 我觉得感情, 一个是战略, 感情党, 他有三个小朋友, 不接受中国崛起, 第一就是中国崛起, 他说, 你们这个, 王总人, 有色人工, 不是我们宝贵的白人, 一种的学情, 对不对, 这个话呢, 以前我们都问他, 都是否论的, 他说, 我们没有种族主义, 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因为他最近做现了, 是不是4月29号, 美国那个国务院长, 政治研究室主任, 叫Kiram Skina, 那个, 是个女性, 非洲裔女性, 黑人女性, 但是在哈佛达, 比如说, 这个人心里, 黑皮白心, 他完全认为白人, 然后在4月29号, 华证人召开了, 一个安全的, 公开的讲, 他说, 中国崛起, 对美国是巨大的挑战, 因为, 是第一个, 非白人国家, 的崛起, 非白人国家, 现在美国人, 很多人在讨论, 首先, 有人讨论, 黑乎乎的你, 真不把, 打坏人, 。 然后, 他们这个话, 效果不好, 因为你自己说, 我讨厌中国, 因为他说, 黄皮肚, 帮你一想想, 日本人, 韩国人, 新加坡人, 什么兄弟, 什么伪君啊, 他可以想的, 都是说的, 这女士给说出来, 弄得可不可以, 很火达, 而且, 美国国内, 是移民国家, 他有的那个行动, 也挺多的, 他会把她的农民充分, 去到国内边, 他说, 傻抱怨, 他说, 照顾分, 让你听了哈, 我以为你真聪明啊, 做笑, 治理人, 可以交易, 对, 这很近的, 就是, 现在美国国内, 还得稍微调了谈, 影响出来, 但是, 那是代价延善, 还有呢, 宗教, 美国你们去过, 会知道, 没有谁, 替方国家当中, 宗教感贴很重的, 美国人呢, 给教皇家捐款, 是全世界最多人, 人类的, 所以, 他的宗教感贴很重, 然后, 美国这一, 200年后, 也很顺嘛, 所以, 他觉得很强烈的, 这种, 很科俗的感觉, 他说, 人类的, 人类说啊, 我是上帝的科俗学, 我是三天之诚, FCT, 然后, 我是人类的灯塔, 啊, 中国人呢, 他说, 你们一直到异教, 有点, 我们家上帝都不认识你, 一批什么学情啊, 根本不科学, 他去逃避的活动, 他不科俗我, 但是中国跟韩国不一样, 韩国就原来, 其实武藤文学, 其實不在中国, 就是挑点一扣, 中国就在武藤文学, 根本不在意里, 他还在来, 你指着我, 你指着我还有预防大致的。 然后,在4月29号, 华生人照开了一个, 一颗安全文字, 公开的讲, 她说, 中国学情对美国, 是巨大的挑战, 因为, 是第一个费员文学, 做到事情啊 很多人都没讀搭 反正到现在美国人 很多人在反驳 首先有人讨识 黑乎乎的给你 真不把人当坏人 这句话 他们这个笑话 因为你自己说 讨厌中国应该是黄苹果 你想想 日本人,韩国人,新加坡人 这些人都想 兄弟这么伪运啊 他可以想的 不能说的 这女士给说出来 弄得不会很过大 而且美国国内是移民伪达 他有的那个航母也挺弱的 他会把他农民中国移到国内 他说他傻抱怨 他说赵国分让你听到他 我以为你真宗人呀 做馅儿 赤鱼 这很基本上 就是十小时就好上来 现在美国国内还在稍微调老汗 影响在那里面 那是代价良善 还有呢就是中小 在美国一个去国会知道 美国是西方国家当中小海铁 中国的国家 美国人呢 给教堂的捐款是全世界最多的 人类的 所以他宗教感觉也很重 然后美国这一 两百年后呢也很顺嘛 所以美国有强烈的 这种很特殊的感觉 他说我是很特殊的 所以 美国人说啊 我是上帝的特殊犬 我是三天支持 FCP on the hill 然后我是人类的登坛 啊 中国人呢 他说你们一直到历角 就给 中国人往下上帝都不认识你 一批这种觉醒啊 这种科学啊 他就很恐怖啊 但是中国和韩国 两韩国来其实原来这种 武漾文学都在这种 其实都要不然靠 中国的大部分根本不在了 对 你基本上说我还有一个黄大帝呢 哈哈哈哈 中国人在我的地上 都是私物化的 这是跟其他的一样 就是那个 我们就 我们能不能拜的每一个神啊 都是有用的 哈哈哈哈 然后你包括啊 拜金居星 不想花财 禅神啊 然后想要儿子拜观音 哈哈哈哈 就是每一个人 其实是个消灭 是啊 花点里面给点香 你得给帮我啊 哈哈哈哈 你要没问我 我说你是不理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其实中国的神 都是为了你服务啊 哈哈哈哈 对不对 西方人说 活着是为了我们的神 他是大神的王 一切 生死都不然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他在宗教上有什么信心啊 你知道吗 还有当然就有限 比如说意识形态 中国共产党 你要成功啊 那我们这个价值 又是要绘画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三个角度啊 一个人物 一个宗教 一个意识形态 他真的有一个接触 另外呢 就是呢 战略上还有算 他就是现在 他成功了一个机会 因为他更没了 现在 如果综合国力 还是他想 他军事不用厉害 科技不用厉害 金融化 还在法律 还在 权势力 都不用厉害 一对一 他就不用厉害 他有体器权 因为国际体器 他查到了 他的盟友接近六十个 美国盟友 当然也挺不好的 对吧 那是中共土豪啊 如果给他再次武器啊 他也不会用 对不对 我记得那个 是不是去年 还是前年 杀了这个 A1坦克 进来被 胡塞胡双呢 入中国的那个 叫什么 红剑 八 被缺毁 红剑 红剑是天态 对不对 红剑 装备的是红剑10嘛 然后我们一级军线 我现在也在换装红剑11 这个 红剑11 这个红剑10 10的11 应该是 当中世界最好的 那个 判断和导弹 这个 从现在来讲 就是演习的效果来讲 同一个人 一次发射 对方一个女的 就是一次 对方一个女的 非常正确 那个 威力非常大 对 对 对 然后以前的老子 红剑7、8 现在全部都做了 也不知道什么 也不知道 在手上 哎 他就是感觉的 他每个人气死了 又会多远啊 哈哈哈哈 因为理论上讲 MNNN1是完全可以防御我们那个 重研发 它有很多手段 但是 他在讲 沙特鱼真不会用 他 他就 我能把它开起来 又破了 哈哈哈哈 哈哈 OK 这是基本情况 我大部分的前车 都不会用 因为 还有一个像 土耳其 我从他这起 我从土耳其 见到人就跟着 美国人就跟着 因为美国也有一些朋友 但是毕竟人家60个朋友 接近有10个 他一般的朋友 他有个30个靠谱 咱们中国可怜 我们就一个朋友 就是朝铁 很肯定的家伙 绝对不好 这就是带来一个麻烦 就是美国不仅一对一打 他可以群摸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新闻情况 这就是中美关系变化 后面的背影 我们中国学起了 也会看到 然后中国的发展 防潜跟那不一样 很失望 然后美国自己心情又不好 焦虑 家里车不好 拖着一块 然后灯个东西来 就是美国不仅所谓的决情 从感情上 从战略算计上 那么未来中美关系的状况就是这样 未来中美关系的正常情况就是竞争为主 大概以后是七分竞争三分之后 以前中美关系啊 寂静的有点 但是基本上是五十五十 但未来呢 是竞争为主 所以处理的好 是七分竞争三分之后 处理的不好 可能是八分竞争两分之后 都会尽最大的努力 避免这个全面新人战 或者区库人参 而且我认为呢 我们可以做到 尤其是我的官场 美国民族不想协议 美国也不想协议 美国的大部分金融城 也不想协议 美国的长篇就是竞争对手 正常七分竞争三分之后 差一点八分竞争两分之后 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吧 那么怎么办 最后讲讲什么办法 怎么办呢 我觉得中国也不要慌 中国总体来讲 只要把家里的事要老好 都要老好 因为你眼里的问题 中国就会开到大 十四亿多年 十四亿多年 什么概念大家知道吗 就是把俄罗斯和东欧 都算给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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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个中国 包括俄罗斯和东欧 你就是个州 你不是个国 你是个州 你知道吗 所以快速太大了 第二个是有中共的领导 一个中国是英国的组织能力 很重要 没有组织能力 一样是很糟糕的 然后中国呢 因为有中共的组织力 对象 第三个就是最重要的 除了中国国 除了组织力 最重要的 中国共同学化 这是我刚才前面记得到 那就是所有工业化 国家老公开 都会打得好 细腻的完整 这三个人就决定了 只要自己不办错 美国什么 这是什么没用的 那就可以办定 所以话价格是要搞好 第二个 在国际上 广交 广结三年 美国要是什么 他说我们别的关系还好 我们和周边大部分都还可以 然后发动国家很好 在国际组织上 我们口碑也还可以 我们就继续做 然后大部分以来的 除了美国还有欧洲 和俄罗斯坦 继续搞好 就是美国以外 往前三年 所以这是第二套 第一招下 就是要搞好 第二 往前三年 第三呢 对美国这个方向 我们要做到 有利有利有结 斗而不过 他要整理是直接的 那我们来尽量想办法 斗而不过 这样怎么做呢 我想是这样的 和谐利益 要该斗还在斗一下 一般利益来 有所谓当年过 总体原则是 有利有利有利有结 目标是斗而不过 他要被脱钩 我们促罗斯坦 要跟他保持 然后原则就是 核心问题 都一般的能当 我觉得三点做好 这个中美关系来 虽然变差了 但是可以做到 不完全的 这就是很理想的结果 OK 这个 我时间有点超过了 这只有七八分钟 我们要不做 两个问题 你好 你好 我是你宗斯的粉丝 包括你的公众号 什么的 我都关注的 是这样 有一个要求 一个问题 一个要求是这样 我关注您的公众号 您的公众号 有一个原来 曾经放过一段时间 就是您的课程 然后就放了两集 就没放了 就说能不能继续放下去 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 这是一个要求 您来衡量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其实很多问题 我简单说 第一个就是美国 原来希拉里和川普两个人上台 其实川普上台 我认为是好的 因为他一顿王伯拳 希拉里上台的话 会比较有策略的 就叫盟友来打 而且让中国 用这种道义的栏 让中国没有道义的先机 川普出了以后 就一顿王伯拳乱打以后 现在这个工资什么 很难带节奏了 包括民主自由 他都把那个皮都撕得粉碎 所以我觉得川普上台 对中国是好的 那么现在我觉得问题就是 现在你看 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 但是川普的政府呢 他七面都在打 就说比如说伊朗 欧盟 包括自己的盟友 他都在斗 那么现在我就说 可不可能说 伊朗又成为 就是帮我们中国 吸引火力的一个 一个一个靶子 就是美国想打中国 对吧 现在把我们 作为主要对手 但我看呢 他现在已经开始 调兵到伊朗 有没有可能说 伊朗又爆发 这个热战争 然后成为这个 就是帮我们又 争取一段时间的 这个战略反动梯 再一个就是 如果伊朗真的开战 如果 那么伊朗在 对这个中东石油 因为他在那个 博斯普鲁斯海峡 那么对中国的这个 是不是这个 能源的供应压力 是不是很大 就是这个问题 一直没想明白 如果金老师能够讲的话 可以讲一下 谢谢 谢谢 那个空都号 是不是 那时候也要是 我才能说的 对对对 那个不是我自己动 我最早就从北五号 最早就已经粉丝 直发度 过来他们跟我打个招 我也有任何 所以大概情况之下 中国其实没有 直接的关系 那个 因为他们自己 出风的话 也挺费劲的 他们也不赚钱 就是自己那个 就是业续时间自己弄了 所以 所以 就是成亲一下 不是我自己的 但是是我朋友 我后来也比他们认识 是很好的 因为我认识了他们 但是不是我的 我可以把你的意见算过 但是他们好像说 他们确实说 如果我有几次 讲课 他们就完整的计划 记得我们学校 不然 那我们学校 我们怎么来做 但是你看 B站上 清华北大 都有很多的 那个课在上面 我不太清楚 反正后来他们说 后来又找一件话 我也从来不问了 那个 他就算了 很多群体是有点意见 然后至于说 伊朗的情况是这样的话 就是说 我们肯定原则上 不希望那些打仗来 真打仗就不知道 后来 伊朗也是有点能力的 伊朗不是一般的那个 这个国家 他的那个文化素养和好 伊朗的历史就是有很多前例 是吧 咱们国家历史比较靠谱的 四千年左右 因为我们的考古 很确准的 王国史应该是三千六百年吧 那么 然后最近中国考古 应该可以把它来提一点 那个 就是特别扎实的政治史 是我们三千六百年 但是来说说 文明是我们现在 可以得到五千多年以上 这个现在比较考古 因为去年我们的国家 甚至像世界 叫做文 我们申报这个梁株水坝 梁株发现一个水坝 五千三百年 那个太调不起了 那个水坝那个极其可怜 然后我们的工程量很大 修那个水坝 得动用十万老公里 而且至少长辣的时间 说明什么 所以梁株这个地方 是我们浙江渝药的地方 当时不是 孤独是一个王牧 不是他们的老公里 对不对 那么后来 因为这边是国家的朋友 因为我们一家是十二个人家 所以就是他比较扎实 所以去到我们的生报 这个生报那个 交通了一种遗产去了 呃 所以说我们的文明是吧 找到五千年了 但是那个 就是王国是很扎实的 就是三千多 伊朗还不一样 伊朗是五千年 很扎实 他那一样的那个 怎么说来 他的那个 那个 历史的永久文化 比较很深刻的一个 还算讲阿拉伯人的 他不是他人的 是吧 阿拉伯人就是在那个 公园 七十几 才那个 才就是有王国 提出一切的布鲁 然后有了王国 以后才有自己的文字 然后这个文字 让很多那个 那个 知识都从 其从博士那里搞过去 现在是和他的 那个 这伊朗呢 是比较特别的 在中东 虽然贵族的文童 但是 哎 他以前讲文化 做得很好 然后呢 也打一百多字 到中文化 登口接触 罢线 另外就是他的 功能也还不错 那个 所以 所以 我自己啊 没有不可以打他 没有主要是炸 哈哈 哈哈 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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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听不懂就读家了 他这个 不大人 全人之类 真打不会了 而且现在 也不是打个架 对不对 现在在那个 最近就一条 还有一条 正在把 过去 还没过去 对 所以那个 就成军事教员 现在 不是一条 这样 他 他 九零年 打那个 撒兰 不是六条 对不对 对不对 还是动用了 那个 各个 那个军事机 现在 他不就是 在卡塔尔的 那个亲戚动员 一样的 那就是 就是两条房子 他现在主要是 威斯 不是打 结果 群像也认为 美国不会打 但是也不排除 那个 有点摩擦 有点什么呢 有两个国家 真希望它打 一个就是 以色列 哈哈哈 以色列呢 现在是伊朗 害怕 因为 逻辑其实 跟我前面讲的 公文化有点 因为以色列啊 现在 涨到我们周边呢 有能力 也有想法 要消灭它的 就是伊朗 对吧 有能力感 人家就多了去 来的 对不对 我们 俄国啊 所有的 能力 那个 我们是对他们挺好的 我们也喜欢他们的 那个 俄国跟 对他们也挺好的 但是 伊朗对他们 是第一次的 对 所以 有能力 你有意愿打 那就是伊朗 因为伊朗 比较多了 这个 呃 所以 以色列怕 所以现在 敌对就非常强 所以 以色列老在那里 制造的话题 就是引用 多大 你看 他又做外科 哈哈哈 不是需要 我走他了 这个 解释他就有话 那个 还有就是 萨特 因为萨特是 虚拟派理修 他是 实验派理修 这两派啊 虽然是 同程都是 一个 什么叫 他那个 四不两一啊 他们实在 都得非常血清啊 他又一种矛盾 俄国师 阿拉伯人矛盾 然后实验 虚拟矛盾 非常的尖锐 那个 我听那个 伟大一个 的老师 我讲 学阿语的 那个 他就说 阿勒语 有一个厌格啊 所以在沙漠上 遇到 乌尺人 和毒蛇 一定要先打死 乌尺人 哈哈哈哈 哈哈 几千两大驴 哈哈哈哈 所以这是 这两个家伙呢 因为沙漠 一个 一样的 一样的 但是我看那个 整个美国战略竞争 真不像他 他们会整他 但是我觉得 不止 你打 我中国现在原则 算是 有反备的 所以呢 我觉得中国打 跟西兰打 当然 乌尔奖 真打起来啊 当然 对中国 不好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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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真打起来啊 伊朗 可能 撤离 是对西方失望的 对 现在 伊朗 我们也去过啊 有一次 有过两次 要写在 伊朗 也不过去 我们也去过 伊朗呢 实际上 它历史上 很清美的 知道吧 79年 这个 后面的革命 以前 伊朗 非常清美 嗯 所以伊朗 内部啊 现在 有强大 也是 伊朗 内部有个 民间的 那种 那种 断子 说 美国老 Πε cay 可是如果她 彻底失望了 其实伊朗 我觉得 所以你会有选择,就是跟中国合作 我觉得中国是唯一的国家能够帮伊朗彻底工业化 伊朗要想惩罚中共啊 我觉得它的选择就是工业化 如果它能造成一个工业强国,加上它在微博,它学会惩罚 打给你两个问题是吧 但是,都真能帮它工业化去做 但是挺多,现在它还有一点瞧瞧 对我们,我们知道最后结果如何 最后结果它们不是两个潮倒倒倒,但是应该是不大的 所以,也不至于全面的使用问题 好,谢谢 谢谢你 请问一下一个问题 就是最近,有个人家另一个老师,姓伊建 他写了一篇文件在网站上方 他其中,针对您提前提过的三张黄牌 这个西土美债对中国市场 他写在网站里面说 作为国内的学生,把西土美债收入进来继续 他说在美国可以轻松地得过三十多张黄牌 我觉得不选择,他应该不知道怎么判断 对啊 对啊 就是,那个,后来提了个五张黄牌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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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就是这样的一家之严嘛 哈哈 我尊重他 但是当你来讲,还没使用 哈哈哈 他为什么呢 就是,人家已经打上门了 你知道吗 已经打上门了 我这办法就是说 你这墙道已经上门了 包覆手上一种强盘 让他笑死去上了 哈哈 他不能打手再说,他就是这样的,他说你这个调主肯定是打不赢的,其实我也知道,然后他说你现在应该要秀内功,也得从小学多起,这就是诸葳梁骂的,下笔万言,胸中十无一车,这个口哨已经好不赢起来了, 然后他告诉他,我们从小要搞肖黄教,是不是这个意思,他讲的不跟美容完全不同意,他跟我们眼前的话,也讲的没关系,就是现在美国真是已经达到这个前项,你现在管理这个时候,用石头啊,放肚啊,我们现在的工种再说,对不对,但是他现在就是告诉我们,他讲的都是很长期的道理,这道理都没错, 但是在现在的样子没有办法,对不对,来了我们先把红月子再说啊,他来火的时候,他怎么有跟他们讲,说我们一定要从小开始搞小朋友,这就是很长期的道理,这个是这个,应该属于有点不接地气,我觉得他先是好的,但是就是属于,我觉得有点点心他这个,红一几层的赏字字幕, 这个是个人多的,整个人是个人家的好,因为就是他跟正常人不太一样啦,正常人,就一般那个人都知道,哪个人先灭我,再说啊,对不对,然后他不告诉你灭我,他自己更不会成这样的,大家说不一下,这说明了,从小中的一个消防语说对不对啊,是可以,但是跟这个事情,irrelevant,什么事情没关系的啊,就是这个,哪个人大道理啊,谢谢 當時我愛自己的貸賞 為什麼,我一個問題 現在您要說 伊朗和美國的戰爭 我是想請教你一下 在西亞戰爭 俄羅斯和伊朗 他們是一個合作的關係 伊朗和西亞還有伊朗 在西亞組成了實業派之乎 俄羅斯非常是實業派之乎 但是如果要是美國 他要去打擊了 俄羅斯會不會像西亞戰爭一樣出兵伊朗 因為這個問題 我想請教您一下 您在這個問題上應該怎麼看 OK 謝謝 俄羅斯和伊朗現在關係不錯 但是他們肯定不是我們的外套 所以如果以後真發生衝突 俄羅斯會胖 但是他們的程度是平常有限的 伊朗主要是要靠近的 伊朗也是有一些牌的 伊朗比如說 東亞軍的導彈 直接可以打影響 伊朗主要是奔向西亞軍 還有他更靠近 他控制了很多 遙利亞軍 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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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 伊朗 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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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可以從伊拉克、菊亞 都可以從事幾萬人進去 這方面的問題是很突然的 它給你打遊戲戰 然後又帶著一些中暴力生到達國 我在那裡天天就揍死了 這時候我覺得它是結局的 然後在阿拉伯國家、斯大國兩80、澳大陸戰武裝 上次他們落事兒 然後把報廢的遊船往佛羅倫海最窄的地方去沈在國 它有點手段 所以我覺得美國人打它也不是那麼清楚 它真要打的話比以前打的殺到比較危險 但我還是認為它不會打 因為它整個國家現在的狀況 我覺得它應該是最具大 所以第一呢我認為它不會打 它就是這麼嚇哭啊 打嘴炮會不會打 針炮會不會打 然後如果萬一針打 上了這個就會很亂 然後我們是有進口的設備 然後俄羅斯我覺得是有限幫忙 它不會有全面幫忙 請進行下課 然後我們去結束了 因為下面要趕快機了 謝謝 谢谢大家